不豪掏出一块老利士 想换一袋米 老板不同意 他又掏出了一把马沙拉蒂的钥匙 这总行了吧 门外的富人们拿着貂皮大衣的 LV包的名画的古董的 全被老板轰了出去 这是全球停电的第三天 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 超市被抢购一空 钞票成了一堆废纸 大米食物成了最昂贵的物资 主角老金一家生活在东京 停电之后 他们吃了几天的苦 当他们发现 已经有独居老人在家中饿死 爸爸决定带着家人 回一千多公里的乡下老家 几个人收拾衣服 行李 骑上单车 出发前往机场 没走多远 他们就发现不对劲呢 普普通通的一瓶矿泉水 竟然被卖到了一千元 爸爸大喊 还不给你赚黑心钱 但没走多远 矿泉水就涨到了两千 再下一个卖到两千五 幸好妈妈的砍价水平一流 以六百块钱一瓶的价格 买下了所有的矿泉水 一家人在路边 吃了点红豆饭团和罐头食品 女儿还有点嫌弃 把红豆都扔了出去 她还不知道 几天后 她就会饿得连老鼠都想吃 当一家人赶到机场的时候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原来飞机哪也飞不了啊 着急的旅客甚至想打算 翻过栅栏 场面一度的十分混乱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只好撤离 既然坐不了飞机 只能靠骑行了 他们还需要一辆自行车 给妈妈骑 走了很久 终于在一家米店旁边 看见了还有单车 但门口的已经排起了长龙 拿奢侈品来换东西的 都被赶了出来 一条上等的钓鱼 也能只换来一小袋米家 幸好他们还有存货 用两瓶酒和一瓶水 换了大米和自行车 一家人骑着单车上了高速 却被点人钱的景象惊呆了 公路上全是从城里出逃的人 滑滑板的 穿轮滑鞋的 大多数人只能拖着行李箱不行 相比之下 骑单车的他们要幸福了很多 到了晚上 一家人只能在高速的服务站休息 这里已经变成了 那么萌聚集地 旁边那些对夫妻 卑微地向他们讨一瓶水喝 虽然他们很同情 但是还是自家省存要紧 爸爸撒谎说 只剩最后一瓶了 然后不动声色地脱下外套 盖住了剩余的水 到了深夜 儿子被冻醒 突然看到有人在偷他们的水 他一路狂追 可追上去之后就发现 原来他是为了 给嗷嗷待哺的婴儿泡奶 儿子心软了 萌修停电的第27天 海洋馆成了海鲜大排档 驯兽师变成了熟师 稀有的鱼类被摆上了烤架 打闸蟹被端上了蒸锅 工作人员把食物 分给了鸡肠鹿鹿的人们 老金一家赶紧排队 等了大半天 终于轮到他们的时候 食物却刚好分完 连汤都不剩了 一向傲气的父亲 再也不要面子 直接跪了下来 肯求他们多少给点 可是没有就是没有 断店逃亡的第31天 一家人精疲力竭 狼狈不堪 然而在马路上 他们偶遇到另一家人 和自家的狼狈完全不同 他们看起来心情愉悦 精神饱满 完全像是在度假一样 原来这是一家野外生存达人 他们传授了很多生存技巧 还用胶片相机 为他们拍下全家福 交谈中意外的听说 大阪还有电 老金立马决定改变路线 向大阪前进 他们骑车来到一个隧道 四位盲人老奶奶坐在入口 牌子上写着有偿带路 女儿嗤之与别 不就是个隧道吗 只走不就行了 可当他们进去才知道 没有了照明工具的隧道 一家人进去 可这真是瞎了 交通工具横七竖八 不是磕着就是碰着 逃不过真相定律的 他们最终还是回头 让盲人老太太 牵过了隧道 即行的第43天 一家人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大阪 可眼前的荒凉的景象 和东京没有任何的差别 家人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他们不断责怪老金 不负责任 没有脑子一一孤醒 可此时 抱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为了活下去 他们只好折返 重新朝着老家路儿岛的方向进发 又过了几天 这家人找到一条小溪 终于可以洗衣服了 爸爸喝完了 最后一瓶水还是很渴 他跑到小溪里要喝溪水 家人劝他别喝 他不听 还说你们太弱了 不久 他们碰上了暴风雨 一家人只能在桥下躲雨 眼看四台单车都被风吹倒 心里焦急 爸爸突然起身 快快地跑到桃红 脱下裤子 一泻千里 原来他喝溪水 喝坏了肚子 等雨停了 他们发现损失惨重 笔记本碎了 火柴湿了 自行车太坏了 衣服都脏了 更要命的是 换来的米全都散了 这下淡尽良觉 爸爸急得昏了过去 儿子和女儿 不得不行动起来 他们找到了一间 废弃的超市 不用说 能吃的东西 早就被洗血一空 幸亏儿子的物理知识过硬 找到了电瓶补充液 因为他知道 电瓶水是蒸馏水 可以饮用 他们又找到了猫罐头 万能胶和信号弹 这些东西都有用 儿子回来后 扔掉手机 留下手机壳减开 用胶水给单车 补了个胎 他成长了 开始有担当了 又走了二十多天 他们已经弹尽良觉 浑身又黑又臭 父亲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他在田里看到 只毛毛虫 抓起来就往嘴里送 突然他听到一声猪叫 有猪 有猪 一家人狂热地朝猪跑去 但猪比人快 还比人猛 四个人追得狼狈 好在猪最后 还是把自己摔了个底朝天 他们大笑出声 终于有肉吃了 但难题才刚开始 虽然有猪 带着他们不会吃 把刀递来递去 谁也不敢切 一个路过的大爷 突然大吼一声 他掏出了刀 利落地给猪放了血 原来他正是猪的主人 因为断电 养的猪全都跑了出来 老人说 只要他们帮忙 抓回逃跑的猪 可以免费提供吃喝猪 家人求之不得 一到家 老人就为他们 准备了丰厚的饭菜 饿了这么多天 几个人看见食物 简直就是饿狼突食 女儿吃着久违的猪肉 激动地哭了起来 原来满足感 往往伴随着眼泪 第二天他们就满血复活 帮大爷抓猪 虽然笨手笨脚 但猪都被他们一一抓了回来 一家人坐在猪圈上 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是他们在城里 从未感受到的快乐 老人邀请他们一家 叫他们住下来 但爸爸却表示 同样是独自在家的老丈人 也在等他们回家 他们告别了老人 临行前老人又装了满满一车篓的猪肉 一直目送给离开 他们继续骑行了几天 一条大河挡住了唯一的去路 父亲捡起树枝搭起了竹筏 他先送母女过河 他就在他回去运送自行车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大雨 湍急的水流把老金冲走了 母子三人悲痛疾呼 却也没能喊回父亲 为了活下去 母亲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前行 虽然不知道要走多久 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回家 逃亡的第94天 他们走上了一条铁轨 包里的熏肉的香味 引来了一群野狗 食物被抢回空 母亲在追赶中摔下了山坡 腿也骨折了 野狗们还在穷追不适 三人瘫坐在地 发出绝望的狠角 一切都要结束了 他们闭上眼 等待死亡的降临 正在这时 一辆蒸汽火车还还时 当个人得救了 而另一边 老金也并没有死 他被雨水冲上了岸 奄奄一息之际 看到了路过的火车 放出了儿子给他的信号弹 恰好被车上的妻子看到 一家人经历了生离死别 终于团聚 人球停电的第108天 一家四口终于到达鹿尔岛 找到了家中老人 时间一活两年多 最多父子已经学会了捕鱼 妈妈学会了种菜 女儿学会了纺织 没有电的生活 每个人的脸上 却总是洋溢着笑容 但就在这时 村里的喇叭声响起 路灯一盏盏亮了 来电了 看到这一幕 大家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开信 只是有点恍惚 一家人重新回到了东京 电视上专家分析 这场停电 可能是由于太阳黑斑的缘故 可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几个月后 老金收到了一封信 打开一看 是逃亡途中野外生存的家族 为他们拍下的照片 想起那时的狼狈与窘迫 也许恰恰是一家人 新走最近的生活 每个家人的生存能力都不同 长直到全球停电 你们家能生存几天吗